咱们学写了尖字,本课一共有八个异类生字,还有两个左右结构的字呢。 咱们在书写左右结构字的时候,要注意各部分的高低、宽窄、直和尖。 这两个字是左窄右宽,而子是左右等宽的。 接下来咱们一块儿来学写直和尺吧。 直第四笔是短撇,不要写成了竖。 第五笔的竖写在竖中线上。 直里面有三横,要与第五笔的竖相连,与第六笔的横折的折断不相连。 此第三笔,竖、旗笔,位置要和第二笔的横齐平。 第四笔为提。 第六笔,竖、竖、旗笔、旗笔,比第一笔的旗笔要伤高一些。 竖段在竖中线的右侧。 请小朋友们在语文书110页的填字格里将这两个字描一个,写两个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孩子们,你们写的可真认真呀,快来和后翼一块儿射太阳吧。 看看他们的身后藏着什么,请你大声地读出来。 职日 融化 融化 装甲 艰难 奔腾 爆裂 射箭 乱窜 读的可真准确,尹也是威武的神剑手呀。 在上节课的学习当中,我们还了解了义射酒日的原因, 也就是这个故事的起因,究竟一是怎样射酒日的呢?结果又是怎样? 让我们一块儿来跟随课文,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听故事,讲故事吧。 设计的,请你用横线画出相关的句子,开始吧。 默读的时候,要做到不出声,不止读,不动存。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他翻过九十九座高山 跨过九十九条大河 来到东海边 有一个问题 你来到东海边是不是正好翻过九十九座高山 跨过九十九条大河呢? 是的 这里的九十九并不是准确的九十九条河 九十九座山 这么多的山 这么多条河 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 请你读一读 一跨过了千山万水一定遇到了很多困难和危险 还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 是什么 对了 千南万险 翻山 滕河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能翻过千山万水 历经千南万险 终于以千辛万苦的来到了东海边 请你们将这份千辛万苦 带进句子当中 去读一读吧 经历千南万水 历经千辛万苦 历经千辛万苦 历终于来到了东海边 此时 历在你心中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呀? 哦 是一个有非凡神力的人 他能越过高山 跨过大河 是一个不畏艰险的人 带着这份重庆之情 让我们继续往下读吧 他登上了一座大山 打上神剑 拉开神功 对准天上的一个太阳 搜的就是一剑 这个长句子当中呀 有很多表示动作的词 请你找一找 可以试着在下面画上十星的小点作为标记 赶紧行动起来 建树方式 立 trump 山顶继续往下读吧 建树方式 立志取为一下灯额 搭上 拉开 对准 这些动词用得十分准确 让我们用朗读感受一下 一气呵成的动作吧 它登上一座大山 搭上神剑 拉开神功 对准天上的一个太阳 搜的就是一剑 这个句子里还有一个特殊的词呢 你发现了吗 是的 搜 这是一个象声词 也叫做拟声词 从这个词当中 你有什么发现 感受到了什么 是不是觉得飞出去的剑 速度快极了 就说明 意的力量也非常的大 张老师看见有的小朋友 已经跃跃欲试了 你可以像他一样 也带着动作来读一读这句话 开始吧 他登上一座大山 搭上神剑 拉开神功 对准天上的一个太阳 搜的就是一剑 神剑手艺 张公 搭剑 对准天上的一个太阳 搜的就是一剑 那个太阳呀 还来不及逃跑呢 一下子就 爆裂开 这个词 你感受到什么 瞬间的 很短的时间 猛的就裂开 这说明 意在很短的时间 射得非常的准 而且力大无穷 这火球 怎么会发出 噗噗的声音呢 原来呀 是因为爆裂的火球 散落在地上 周深的火焰 就要 熄灭了 我发现 象生词 真是太神奇了 有了它 文字一下子就鲜活起来 让人充满了画面感 这样的词 你能说几个吗 花花 我仿佛看到了 小河 潺潺流过的样子 仿佛听到了 大雨 花花如注的声音 啪啪 哎哟 是不是挨巴掌了 哒哒 小马哒哒地过了河 啾啾 听见了小鸟在枝头 清脆地歌唱 注意了以上关键词 我们是不是可以 更好地将这句话读准确呢 请你试一试吧 刚才呀 咱们通过三个片段 去感受到了意义的形象 瞬间就变得 高大威猛了 是不是呀 意充满了神力 英勇无畏 但第四自然段当中 让我们一起带着这份敬仰 一起来赞美 充满神力 英勇无畏的意吧 对呀 我好想的 我好想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勇士自然离不开神器 公 它是一个象形字 让我们来通过一段视频了解公字的演变过程吧 公 这个是现在的公字 它表示的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先来看看小传的公子 和现在的形状已经不太一样了 像一根弯弯曲曲的绳子 再来看看金文的公子 也是弯弯曲曲的 不过金文的公子更像是一根拐杖 最后看看甲骨文的公子 形状和一种古代的武器 弯非常像 所以我们的公子表示的是一种武器 小朋友们 你们记住了吗 你们记住了吗 我们一块来学写公子吧 公子的笔顺是 横折 横 竖折 折勾 一共只有三笔哦 接下来 请小朋友们在语文书 110页的填字格里 将公子描一个 写两个吧 请不吝点赞 就这样呀 义一口气射下了九个太阳 炎热渐渐散去 义又伸手拔剑准备射下最后一个太阳 这个太阳呀 慌慌张张的躲进了大海里 他为什么要慌慌张张的躲起来呢 因为他害怕义把它给射下来 这个太阳怎么这么害怕呢 义一口气 射下了九个太阳 炎热渐渐退去 义又伸手拔剑准备射下最后一个太阳 这个太阳 这个太阳害怕极了 慌慌张张的躲进了大海里 原来一口气就射下了九个太阳 真是神力呀 真不愧是神剑手 难怪最后一个太阳 害怕得慌慌张张躲了起来 请小朋友朗读课文的第五自然段 读一读 《你的神勇》 孩子们 既然十个太阳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你为什么要留下一个呢 课文的第六自然段当中 告诉了我们答案 天上没有了太阳 整个世界一片黑暗 一想 没有了太阳 就没有了光明和温暖 庄稼不能生长 人类和动物也没法活下去 一想没有了太阳就没有了光明和温暖 庄稼稼不能生长 人类和动物也没法活下去 这句话 你能换个说法 你能换个说法吗 试着填一填吧 一想 有了太阳就有了光明和温暖 有了太阳 有了太阳 庄稼才能生长 人类和动物才能活下去 课文当中用的是否定的表达方式 你觉得哪一种表达方式更强烈呢 是的 让我们再读一读课文的第六次然段吧 所以啊 一射了九个太阳 留下了一个 学习了课文四到六次然段 你们知道了 一是怎么将九个太阳射下来的吗 你能用一句话来说一说吗 一射下了九个太阳 留下了最后一个 这就是故事的经过 又到了写字时间了 请小朋友们仔细地观察 绝 上下部分的宽窄 你有什么发现吗 绝上下是等宽的 写的时候呀 要注意把绝字头写得扁一些 绝下面是稍窄 绝和盐是上窄下宽 两个字长得特别的像 写的时候请你注意区分哦 先来看一看绝字吧 绝字的第二笔 绝笔是在树中线上 第八笔的撇 旗笔也在树中线上 第九笔 树弯钩的旗笔 还在树中线上 找到了树中线 就能把绝字写端正了 绝字的树中线上 类一笔点 小撇 横 竖 撇 点 横 撇 那 类 类子的第四笔呀 是写在树中线上 第六笔是 长点 不能写成短纳 第七笔的横 要写的长一些 拖住整个字 来看看盐子吧 点 撇 撇 点 撇 撇 撇 那 在书写言字的时候 第三笔的撇 要从树中线上起笔 第四笔是点 第八笔是 那 再来看一看 嗨字的笔顺吧 嗨字的点 写在树中线上 中间三横 长短不一 下面的横 最长 中间的横 写在横中线上 直观三横的树呀 要写在树中线上 最下方的口子 写的稍扁一些 接下来 请小朋友们在语文书 110页的填字格里 将这四个字 描一个 写两个 开始吧 中间的横 孩子们 我们了解了 一射九日的起因和经过 吴志成小朋友呀 想把课文的一至六字人段 读给大家听呢 让我们一块来欣赏吧 一射九日 很久很久以前 在世界最东边的海上 生长着一棵大树 叫福桑 福桑的枝头 占着一个太阳 底下还有九个太阳 每天天快亮时 福桑枝头的太阳 就坐上两轮车 开始从东往西 穿过天空 十个太阳每天轮换 给大地万物 带来光明和温暖 可是有一天 这十个太阳 觉得轮流直 太美一盒 于是 它们一起跑了出来 出现在天空中 十个太阳 像十个大火球 制烤着大地 河苗被晒枯了 土地被烤焦了 江河里的水快要蒸干了 连地上的沙石 都好像要融化了 人类的日子非常艰难 神社手艺 决心帮助人们脱离苦海 它翻过九十九座高山 跨过九十九条大河 来到东海边 它登上一座高山 搭上神剑 拉开神弓 对准天上的一个太阳 骚的就是一剑 那个太阳 一下子爆裂开来 一团团火球到处乱算 接着扑扑地掉在地上 一一口气 射下了九个太阳 炎热渐渐退去 一又伸手拨剑 准备射下背后一个太阳 这个太阳害怕极了 风光张张地躲进了大海里 天上没有了太阳 整个世界一片黑暗 一想 没有了太阳 却没有了光明和温暖 庄稼不能生长 人类和动物也没法活下去 于是一留下了最后一个太阳 吴志诚小朋友能将课文读得通顺流利 只是我们在读课文的时候 一定要读正确哦 不能出现加字减字的情况 更不可以出现读措辞的情况 比如拔剑 这节课我们通过学习 一社九日的经过 了解到 义是一个充满神力 英勇无畏的大英雄 究竟一社九日的结果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再见